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店面和網路上多了一些新朋友的提問 其中最多人問到的是 请问GoPro原厂电池跟副厂电池 它们差在哪里 咱们今天就要来跟各位聊聊 关于电池 一定要终于原厂吗 GoPro的电池倘若在高规格的影像设定 再加上一镜到底的方式录制下 电量的时长约莫会在一个小时左右 也就是说 上述如果您无法随意拍摄 那GoPro耗电那是很正常的 背上极客电池绝对是必然之事 购买电池如果您本身没有一定要指定原厂 那么选择高品质的副厂电池也未尝不可 经过咱们多次的测试下 1080P录制的实测结果 原厂电池的续航力大约是一个小时又20分钟 那么Telesin的副厂电池则是一个小时又15分钟 等待电池冷却过后 咱们再使用坐冲同步进行充电 两者的充电时间大约都在两个半小时内就充电完成啰 接着咱们再来一一回答大家所提问的问题 不敢说没差 原料的选择肯定是原厂较为谨慎 但Telesin的副厂电池它的总电量可达原厂的85%到90% 却可以省下净半的荷包 所以大致上来说是划算的 电池有提供保固吗? 有,原厂和副厂皆有提供保固 出示保卡,原厂提供保固一年 那么副厂Telesin也有提供三个月的保固喔 副厂电池在使用方式上有什么差别呢? 完全没差,正副厂的做充电器也是共用的喔 比较要注意的是,插座的选择建议使用2.1a 以上的插座 因为如果电流量不足 很有可能会造成电路板的异常 也有可能会导致灯号错乱 为什么电池它会膨胀呢? 有哪些办法可以避免呢? 电池在充放电的时候温度都会上升 在这过程中会产生一些化学气体 所以电池在密封的状态下 微膨胀那是正常的 维护电池寿命非常简单 只要记得避免过度的充电 例如边充边使用 电池在充电和放电的状态 会加速上升温度 也就是最容易让电池膨胀的原因之一喔 再来,避免过度放电 长时间不使用也是离电池的大忌 建议将离电池保持在50-70%的电力 再将电池和主机拆开来存放 记得喔,不要放在温度过高或是潮湿的地方 这样就可以有效延长离电池的寿命喔 其实对我而言,在我的器材清单中 电池它是被归类在耗材的 我不会刻意一定要选择原厂 因为我的GoPro一直以来的使用状态就是 没电就充 充饱就拍 超挂就换 毕竟就CP值来说 选择品质OK的副厂品牌 甚至可以一抵二 但如果你的预算足够 购买原厂电池 仍然会是较有保障的事情喔 总而言之还是要用正确的使用方式 配合影像规格设定才可以有效的 省电及提升电池的寿命喔 希望今天的单元有帮助到你 我是彦豪 咱们下次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